它被称为昆虫界的河马 一听到昆虫 你一定猜出了 它就是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吧 公元1823年 法布尔出生在法国南部 圣莱昂乡的一个偏僻山村 它的家就住在小山顶上 有时甚至会有野兽出没 冬天里没有柴草 就只能挤到牲畜棚里 意味着牛羊取暖 在乡村小学的生活也不省心 教室的角落对放着木柴 炉子 小猪小鸡不是会闯进屋子 管家婆也会突然走进来 把一大锅加水的土豆 放在炉子上煮猪食 而顽皮的学生还会趁老师不注意 用刀叉插一只煮熟的土豆吃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法布尔锐意进去自强不息 当上中学教师后 除了兢兢业业教好书 他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老观察昆虫上 专注到废情忘食的程度 作为昆虫学家 我们在昆虫记中最容易感受到的 就是法布尔敏锐的观察力 整本书捕捉到了不计其数的 显为人知的昆虫秘密 譬如羌狼 如果你对它的印象只停留在 推分球小能手上 法布尔的文字会让你大开眼界 有的时候 羌狼好像是一个善于合作的动物 而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 当一个甲虫的球已经做成 他离开他的同伴 把收获品往后推动 一个将要开始工作的邻居 看到这种情况 会突然抛下工作 跑到这个滚动的球边上来 助球助人一臂之力 他的帮助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但他并不是真正的伙伴 而是一个强盗 要知道 自己做成圆球 是需要苦力和忍耐力的 而偷一个已经做成的 或者到邻居家去吃顿饭 那就容易多了 真不知经历了多少 风吹日晒的野外观察 法布尔才捕捉到了 这样有趣的细节 而且法布尔绝不会冷酷地 把他们视为实验室的研究对象 而始终以诗人般的温情 来赞美他们 在他的笔下 单身蜜蜂就有许多种友善的名字 长腹蜂是灰无瓦道的泥瓦工 黑猪蜂是记忆高超的智陶工 楚蜂是下针准确无误的麻醉师 斑文蜂是名副其实的矿工等等 而斑文蜂财迷的普通场景 也成了法布我眼中的诗意风光 五月到了 太阳和鲜花带来了欢乐 自月的矿工们 这时已经演变成勤劳的财迷者了 我们常常看到他们 满身壁着黄色的尘土 停在土堆上 而那些土堆现在已变得像一只倒扣着的碗了 那碗底上的洞就是他们的入口了 而这位昆虫学家不仅非常失忆 还喜欢提出深刻的哲学思考 在昆虫的自杀一文中 不仅记录了自己将蝎子放到燃烧木炭围成的圆圈中 验证它是否会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实验 还由昆虫及人表达自己对自杀性死亡的哲理思考 认为 可以说 除了高级动物 人以外 任何具有生命的生物 都不具有自愿结束生命的 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 我们人 自以为具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从生活的苦难中自行解脱 把这种解脱 视之为人的崇高特质 视之为一种可以进入尘世境界的优势 好像这是优于其他众物的一种标志 然而 我们一旦真的把这种精神付出行动 实际上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这位集昆虫学家 诗人 哲学家与一身的学者 直到86岁高龄 还主着拐杖 拿着放大镜 一步三摇 留恋于大自然 想要把已经有厚厚实效的昆虫记 继续写下去 多么赤诚的一份热爱呀 下集是科幻小说之父凡尔娜 抢GB吧